字幕提供 誰說續集一定不精彩 之前說到毛婆毛孟靜 因為參與泛民違法初選 現時被拘押 她老公知心傳媒人寶玲 Philip Boeing因病入院 並且留意ICU 前港督彭定康和一班英國國會議員 走出來做駕倆 搞聯署說要被毛孟靜去探望她老公 正當以為事件會不了了之 怎知竟然有新進展 意不意外啊? 開不開心啊? 是這樣的 保齡星期日發聲明澄清三大重點 首先說自己已經離開ICU將近三星期 並且已經出院 嘩 英國這班國會議員和政客 到底有沒有Fat Check 之前經常跟一班反對派稱兄道弟 搞場大龍鳳聯署 都竟然不跟當事人查證一下 還是其實這樣做有他們背後的政治目的呢? 師兄 這個人相當可疑 保齡還在聲明 和肥棒 以及這班英國國會議員 劃清界線 說對聯署一事並不知情 又強調不同意英國國會議員聯署信的做法 還說毛孟靜根本未有考慮申請保釋 之前英國政客經常借機抹黑香港 保齡是不是擔心會被人當其子利用 所以這麼快割蓆呢? 這樣都明白的 不過 整班英國政客慘吃檸檬 自己拿來衰 就一定相當無癮了 為何你這麼不知手 走開 現在進去